以下游览车就量体温进行检疫 首批一年期义务役25号到北部206旅 南部203旅 中部302旅 也就是成功领报到 预计共争集670人 新兵入营还得接受气毒全安检 确认没有再为敬品 接着来到替法环节 这刀从头上替下去 不止没了3000烦恼丝 更象征正式游民转军 服役期间得担负军人职责 这是我赢尽的义务 所以说既然今天国家的政策改变为一年的话 那我就心甘情愿接受 来到成功领之后 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 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 随着一期调整新训演从五周延长到八周 分四个阶段让新兵学习基本战斗 还会实施期末检测 为了加强这些新兵的抗压性 过程中会用机枪来射击空包弹 还有加上引爆TNT炸药 就是要营造真实战场的感觉 分发部队后会让一南逐步完成铸地 专精基地训练 参与例如汉光演习等连战训练 不过外界质疑疫期延长 但薪资却比基本工资还低 军方表示二兵薪资韩本薪 专业加急提升到21,350元 一兵则是23,140元 再加上其他项目已经超过基本工资 而根据国防部规划 一年其应务役以分发守备部队为主 部分一南可依照专长或志愿到主战部队服役 有的新闻综合报道